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5日 今天是星期四 上一節跟大家講了很多經典回顧 這一節回來講一些現實問題 跟上一節講的東西都有些關係 其中一個香港 失去了的自由 這個叫甚麼自由呢 這個叫做經濟自由 說的不是這個地方可以自由做生意的經濟自由 而是說 在香港生活的每一個人 到最後都成為了奴隸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成為了你買的那間屋的奴隸 這個又叫做樓奴 當你的人生 又或者當你的人生目標 變成了就是一定要攻斷你的房子 坦白說 人 始終是要面對生活 從來都 沒有人說 不需要面對生活 生活就是很多現實問題 大家都明白 只不過呢 我們 這些 所謂黃絲帶 要民主要自由的人 不同的地方 是在於我們不可以完全 將兩件事顛倒 變成了生活 就是你唯一的目標 好了 但是現實問題 無論你是 藍絲也好 黃絲也好 還是要面對 其中一個 香港 失去的重大自由 就是叫做 財務自由 或者叫做經濟自由 就是因為你必須要面對 香港如果你不買屋 你就要一輩子交租 你不買屋 那間屋 就不斷升上去 無論你 喜不喜歡投資房地產也好 到最後 如果你不去參與物業市場的話 你彷彿 連一個 休息的空間也沒有 這個 就是香港 其中一個 完全沒有自由的地方 這節要跟大家揭露 有網民就覺得自己 正正是被政權 牽著鼻子走 覺得自己 買樓 跟沒有買樓的時候 想法相差甚遠 我們 跟大家一起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也要改變一下介紹方式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 我是Johnny Ford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 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好 安裝了Pie Network的朋友 希望你按閃電鍵 好 我們接下來在1月28日 1月28日將會有 就是一個網咀 我們今次會在黑池舉辦今次的活動 現在 已經有差不多 80人跟我們報名了 希望大家 繼續踴躍出席 場地是可以吞吐到我們那麼大的人數 我們 有兩個報名熱線 請大家記住 一個是加44-7949-859-421 一個是加44-7599-451-657 兩個都是WhatsApp 請用WhatsApp文字報名 當然如果你是居住黑池的朋友 你可以跟 我們的同事聯絡 大家不要重複報名 因為我們會點錯人數 如果你是隨便一個號碼報名 你請 不要重複 我們也差不多確實到是會有英國嘉賓出席的 所以我們 人多一點 團結一點也很重要 而且這個是星期六 應該大家都來到 如果有困難 可能不懂路 因為我們今天也有一些老人家跟我們說 他們想報名 住萬城 應該呢 是 不難的 我們的同事也應該可以幫到你 我們這個地方本身 就是在做地區服務 而且我們 現在正正是要把地區服務擴大 如果我們真的連一件那麼小的事 都做不到 那我們就很失敗了 所以 千萬不要客氣 盡量嘗試一下 我們的人 如果 英文或者其他方面 買火車票有困難 不懂路 儘管跟我們聯絡 我們一定是想辦法幫你 我們也做過很多這樣的案子 我們那裏也幫過很多 比較年長的人 可能其中一個 移民英國 最困難的地方 可能就是年紀較大的人 其實 我們 上一節跟大家 講這個顧家輝 過去光輝的香港 其實我們 每一個人都很想 香港可以回復昔日的光輝 所以請大家 每一個事項 希望大家 盡量可以的 盡量參與 我們也需要 這個不只是年輕一代或者年紀輕的人去做 其實 年紀較大的人 需要你參與 需要你 奉獻 貢獻你的智慧 這個光復香港才有希望 而我們在 英國的香港人可以好好做好這個海外的基地 回來講這節的話題 有網民揭露自己覺得 自己買了樓之後 被港共政權牽著鼻子走 發現自己的思想和立場 變得跟政府 很相似 跟大家一起分享 看看他說甚麼 這個是 網民張貼了文章 說自己之前 就是放了一層樓 後來就是買回 如果以我們的理解 他應該是買了樓 跟著賣了 跟著又再買回 他現在呢 也是業主 他就說自己的感受很深 他覺得 因為我試過 沒有樓 試過買樓 又試過放了一層樓 又試過再買回 所以呢 他分享的感受應該也很正確了吧 他這樣說 他說買了樓的時候 自己 就是成為了既得利益者 有一個括弧說 即是覺得 覺得香港好 等於自己好 第一 說以前覺得 大陸水貨很麻煩 現在 想他來 香港 推高樓價 我想他的意思呢 是想 大陸遊客下來 應該不是說要大陸水貨 他覺得大陸人以前下來買東西 就是阻礙香港 但是買了樓之後 覺得多些大陸客下來 樓市就會暢黃 所以 樓價就會高 第二 以前覺得 香港要多元化發展 買了樓之後又怎樣呢 就只是想他們 炒樓 賣地 樓價就是升多一點 升有那麼多 只有那麼多 第三 以前覺得 香港要互相幫助 互相幫助就可以好好發展這個地方 但是 買了樓之後 覺得現在要靠大陸人 要靠大陸人 才有水喝 這個網民就在這裏懺悔 他說 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很便宜 原來自己為了想賺錢 就慢慢成為了犧牲 香港文化的一份子 我講完他的內容 我才再評論 他說 其實我經常都很矛盾 一邊 就是罵大陸人 破壞的使用 以及說 資拿宇 破壞文化 另一方面 自己又想 大陸人快點下來投資 讓我層樓 不用虧錢 據我們的理解 他放了層樓再買回 應該現在 都是負資產的 他說 不想這樣想事情 覺得自己這樣想事情很賤格 他覺得自己在做 他一直以來 很討厭的人 的想法 好了 其實 我想告訴大家 首先 第一 這個 正正就是中共 和港共政府 港共是早點的 港共一早就發現了 他們發明了這個 牽著你所有人 你要跟他 共同進退 他們發現了這個方法很久了 另一班人覺得要在這個地方 安居樂業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等於 他要成為了這個地方 的持份者 持份者 不是你的權利是持份者 其實你買了香港的樓 就跟香港 好像一家上市公司 你買了他的股票 做了他的股東 其實是一模一樣 當你 不是他的股東的時候 通常大家就會大大力出來 監察這家上市公司 所有他的負面新聞 每一樣東西拿出來 是要鞭撻他 當你買了這個 這家公司的股票的時候 然後 你就非常擔心 這家公司有負面的新聞 任何人傳閱這家公司 負面的新聞 都會使得股價下跌 從而使得 自己作為股東 你覺得就受損了 沒錯 其實你指出了一個很重要的道理 的而且確 這個真的是 香港政府 發明出來的維穩方法來的 全香港人只是去賺錢 買完那層樓 等於 買了一隻股票 做了他的股東 而你不是說放就放 後來這一招 被中國大陸發現了 事實上 國內有很多東西 是跟香港的 香港 在這個地區 大中華地區 根本本來就是一哥 是有一群人 積極地將香港降格 令到香港這個地方 失去了昔日的光輝 淪為 二等城市 三線城市 令香港人成為二等公民 所以這個責任其實也很清楚 我確實再一次認為 我認為這個地方 絕對可以 再次成為東方之主 這個大前提 是個政治 一定要有足夠的自由 雖然我就不覺得香港人很勇武 甚至乎我覺得 如果有全世界排名 差不多都包尾 又或者應該這麼說 不是不勇武 是不耗戰 但是香港人有很多特質 其他地方是沒有的 首先香港人非常之勤力 而香港人受的文化教育 一般來說 都是教其他地方是教高的 例如說中國大陸 香港也是國際城市 香港之所以吸引就是因為講英文 不是 那群人是愛國賤頭 跟你說 這是中國 我要講中文 掌官那些 這個地方可以向好的 這個地方 在2019年之前 甚至乎更早 其實2014年之前已經是 已經是一個充滿著地產霸權的地方 本身這件事就已經窒外了這個地方的正常 均衡發展 好 整個問題沒有解決過 整個問題轉移了下去 普選的問題 2014年的佔中 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 在基本法承諾了有真普選 到最後 真普選走數 才會有和平佔中的各位 再去到2016年 再去到2019年 大家應該很熟悉啦 換句話說 問題不斷累積 原本的問題也沒有解決過 更加不會因為你過了這幾年 將 反抗的人鎮壓了下來 香港就會自動解決問題 這個網民其實的懺悔是沒有說錯的 他是不是要 要立即 解決這個問題呢 只有他自己 有權 跟這件事切割 你最簡單 切割的方法 你不想跟港共政府共同進退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賣掉你手上的房子 事實上這件事是好事來的 你認真體會一次 到底香港 那些支持政府的人是怎樣練成 我相信其實要解決這個問題並不是太過困難 你想樓價大升 才去放 問題在你自己身上 不是在 這個 維穩的方法上 你自己 是有自由的 你有權決定什麼時候賣掉你的房子 你說不是啊 我買的時候價格不是這樣的 現在跌了下來 所以我要承受 這個是你要自己承受 因為這個是你的投資 事實上現在 港共的很多媒體 他們現在都在吹一個風向 就是說 接下來要通關了 將會有大量的大陸客 買爆香港的房子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這樣的事實呢 這件事 真的是相當值得相確 不過我們這節就不作討論了 我們這節主要跟大家講講 這個 跟港共政權 共同進退的思維 是怎樣連成 這個我不難理解的 大家只要投入 在你的腦海裏面想像一下 你自己拿著 極多香港的物業 你不是想走就走到的 很多富豪 大媽傻 就算不是富豪 大媽傻 只是大業主 又或者 小業主 拿著很多間屋 拿著兩個舖 他們已經 是被逼要跟港共共同進退的了 為甚麼他們不退呢 其實他們可以退 但是 他們又怕自己退了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價格會大升 為甚麼 你會覺得這個地方的價格會大升 你看多幾份藍梅你就會這樣覺得 是不是 你看多幾次 介紹你看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俄羅斯快要打贏了 看多一點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互聯網世界 就這樣上網看到 到最後 其實這個也是 一個認知作戰 你每天 都在身處認知作戰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我們在 2023年 即是今年 1月28日 是農曆的 大年初七 我們會在黑池 舉辦 我們的今次大型網聚 而今次的網聚其實有兩大主題 第一當然是 因為講了很久了 要在黑池 跟英國北部的朋友 見面 和大家聚一聚 第二就是我們會成立我們的charity 希望到時可以多些朋友參加 發揮 香港人 助人 互助的精神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加 我們 開始時間是下午的2點半 大約是到6點 或者6點半左右 會有很豐富的節目 亦有很多的 嘉賓 到時我們會收取10磅的茶點費 有香港的奶茶供應 港式奶茶供應 亦有一點點心供應 好 到時希望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已經在這年多裏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影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